車庫門一開,雨輛看起來像是倒著開的三輪車 就這樣沒有什麼剩下的在你面前快速行駛而過 遠遠一看,完全沒有廢棄在後偷未遂 但是卻可以看到駕駛的兩隻腳在下面踩踏 這款名叫精靈的電動腳踏車 發明它的人說它是人力和機器的完美結合 在踩踏健身的同時也能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因為太陽能就是它的燃料 不過可不要聽到它只是一個電動腳踏車就小看它 它可以輕鬆載重350磅等同於157公斤的重量 這是如果你打算派出兩輪鐵馬跟它較亮 恐怕會被遠遠拋在後頭 因為它擁有了特殊動能裝置 能聰明的在駕駛的踩踏力度 和太陽能供電的電動馬達之間取得平衡 將動能發揮到極致 時速可以達約48公里 完全不輸一台9型汽車的速度 最棒的是駕駛還可以中途偷懶一下 因為有太陽能從旁協助 不用動腳就能走27公里 精靈電動車越來越受歡迎 在過去兩年間已經效往七個國家 它的發明團隊現在繼續研發 能符合雙倍重量的車款 因為他們相信混合動力車 將是未來城市運輸的一種趨勢